黑熊弟弟跟黑眼线妹妹会生出一窝黑吗 预产期前一天 小熊妈妈的肚皮已经很明显地鼓溜了起来 双排扣十分地瞩目 生出来了一大堆活蹦乱跳的红皮小老鼠 咱也不知道多少只 刚生完仔不要太打扰它 让它静静地喂奶 过两天就能看到花色了 嗯 好像也只有那么两三只乌气抹黑的存在嘛 这波运气是真的可以 此处可着情把托飞入殴打在公屏上 小老鼠已经都长出绒毛来了 看起来奶乎乎的 我每天都要手动解放这位老母亲 让她有点时间上个厕所 小崽子们的长势喜人 乍一看好像还有那么一两只很稀有的花色 抢奶吃的声音那也是相当的有活力 咱就是说这寒冬腊月里是不是平添了一丝夏天的感觉 小奶包们一转眼就长大了 这颜色确实不像是一个妈生出来 那是白的白黄的黄黑的黑 黑白的黑白黑黄的黑黄 我个人是比较偏爱黑白配色的 因为就感觉这可爱中还略带高级 就能联想到地球online的顶级猛物 什么企鹅呀大熊猫啊 还有什么胡晶 快满月了 小熊们已经长得像模像样了 拿几只出来给你们浅细一下 这是一个蓝黄戴帽妹妹 颜色看起来超级温柔 她后背的这个颜色我真的是爱得不行 这渐变色真的是变到我心坎上去了 再看看小黑 这脸蛋子就问你们圆不圆 就很奇怪啊 就是每一窝里都是这样 脸型最好看的越是黑熊精 本来这些小耗子一满月就该领养走的 但是北京这俩月就狠的啥 我想着那先缓一缓再说呗 没想到他们就在我家吃成了这个鬼样子 这不得人均二百斤呢 每天除了吃就是水 连跑轮都不带跑的 就是懒到我被抓在手里都懒得反抗 我知道很多人的梦中情雄 就是这种乖巧 像玩具一样的假熊 但是我喜欢那种比较有挑战性的 就是抓起来会反抗 会呲牙咧嘴的 这样驯化他们才比较有成就感呀 但这件小熊就真的太佛系 太躺平了 一点反抗精神都没有 就是乖巧到敷衍的程度 就算把他拿到嘴边亲上一口 他都没有任何的反应和表情 小老鼠家家的要学会保护自己呀 不然以后进入了社会 被一些除了我之外的怪乙 占便宜了怎么办呀 再给你们看一下长大的蓝黄戴帽 也是这样傻乖傻乖的 无论怎么耍弄他都不会生气 那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喜欢这些小傻子的 记得长按点赞见 你一见我一见 宝贝我们明儿个见